養工處再確認一下權者 因為它這個是養工處先去看過 追蹤協調與其溫柔傳達堅定的訊息 高雄市政府1999服務人員春節照常輪班 打進來的電話五花八門 有時還得當出氣筒 反而遇到塞車這一定難免的 他們打進來又很生氣說 現在動不了 車在車陣中動不了 頂多就讓他罵一罵而已 一天維持個2000通左右的一個電話的量 垃圾處理的問題 其實從小年夜就開始一直湧入 年節前處理垃圾問題少不了要聽 民眾抱怨 但年節期間電話多圍繞在春節相關 服務的對象大不同 當然也有歡喜的一面 有時候進線可能不單只是高雄市民 有蠻多就是因為年節期間出來走春 或者是想要來高雄走走的一個民眾 那提供給他們一些高雄的活動 得到他們的感謝的這件事情 我倒是覺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一句感謝的話 不能放假的心瞬間暖了起來 也成了過年最好的禮物 大家去問派一車鄭瑞平 高雄報導 聊天 neighbours 蹭仔 好 是的 呃